今天的文章是寫到說 這個自經區條例誰得利誰受害 他們在講說搞大誰的品 先說搞大業者的品 加值誰的農業 以及加值中國的農業 把我們原先對中國 管制進口的830項農產品 一次到位以零關稅 我發誓進來 各位去想想看 如果日本的清酒 不是用日本的稻米做的 而是用美國的稻米做的 那是不是叫日本清酒 我們並不反對自由貿易 台灣現在有自由貿易港區 1386公頃 但是這裡完全開發了嗎 沒有 如果陳寶基不是站在農民的立場 而是站在資本家的立場 政府不是為人民服務 而是為資本服務 那麼拜託 陳寶基要不你去當經濟部長 不然你就應該下台 荒謬加值 條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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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謬加值 荒謬加值 條文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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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830項管制的農產品原料 在資金區條例通過之後 通通可以進來 讓中國的肉花生 因為中國的肉花生 目前是被管制進口 透過AMIT之後 就可以變身成為 AMIT花生醬 跟土豆油 那這件事情 我不曉得是台灣2300萬人決定 還是要包括中國的十幾億人口 才能決定這件事情 那不管誰決定 其實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好像都沒有人去問台灣土豆 那這38條其實在自貿口區條例已經有了 那這38條大概提到的就是免關稅這件事情 所以把42條跟38條架在一起之後 就變成什麼 變成所有進到台灣的農產品 過去沒有管制了 已經管制了 因為42條開放之後 通通可以進到這個自貿區 那我剛剛要提到這個自貿區 未來是到處都適合 還有所謂的這個前店後長 我講一句比較不客氣的話 都脫光光給人家看 我不曉得以後怎麼上談判做完 你如果是業者 你會選擇 452塊錢1公斤的台灣茶 還是選擇 每公斤90塊錢的中國茶 進來做茶包 韓國的泡菜如果不是用韓國的白菜做的 而是用中國東北的白菜做的 那會叫韓國的泡菜嗎 台灣的茶剛剛謝老師有講 如果不是台灣的茶當原料 而外銷的台灣的茶 那叫台灣的茶 41條裡面剛剛有講到 它為了快速通關 把所有的農產品的食品檢驗 完全拋棄掉 那這樣的話 不只對農業 對消費者的安全 更是嚴重的影響 即使我們加入WTO 即使我們簽訂ECFA 我們對農業都有保留的限制 而且我們簽入WTO 是比照以開發國家 也就是日本的觀點 然後開發中國家是韓國 他們對農業的協助跟管理 是超過我們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政府 不要像剛剛謝志成老師所強調的 全面開放完全零關稅 這樣子根本就是毀棄了台灣的農民 毀棄了其他國家的農民 他說MIT本來就符合國際規範 所以自由經濟師換去 用MIT這樣來行銷國內外 是完全依照國際規範 可是他完全沒有想到說 他是用零關稅的方式 讓所有的國外農產品 包括中國農產品進來 他是用各種 剛剛謝老師所講的免稅 免貨物稅 免出口稅 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方式 那將來這些的廠商 剛剛所有的人都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你如果是食品加工業者 你會用誰的國家的原料 來做食品加工 當你不是用台灣的農產品原料 當你加工的時候 那那個MIT很有意義嗎 那MIT所掛的品牌 是不是會摧毀我們原先的MIT呢 很簡單舉個例子 我們的紅豆到日本是非常有名 我們的紅豆粉一年外銷3700多萬 中國的紅豆出口價格才28塊 我們的產地價格56塊 你如果是食品加工業者 以後你要把紅豆製成紅豆粉外銷到日本 而且掛MIT你會用誰的紅豆 這當然很明顯 那你當然就會衝擊到特殊的 這一個所謂的紅豆的農民 而且做食品加工業的所有的這些農產品 都有地區性而且是非常的集中 這些的食品加工的資金區的條例通過 衝擊的絕對是特殊 而且非常地區性的農產品 這也是當初2002年 我們為什麼要保護這些農產品的主要原因 結果只有經濟市外區 並通過這些的保護完全 以前所努力的完全泡湯了 我們的食品加工業者 一年有6000億的產值 有800億是出口到其他的世界國家 這800億裡面我剛剛講 同共有3700多萬 剛剛謝老師講的脫島一路 就有將近1000萬 他都是用我們的農產品 如果今天我們的800億的食品加工的原料 都是來自於中國的話 對農業的產值衝擊就216億 我們的數字都有具體的那個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最重要 因為立法院要審查自由經濟市外區 如果認為我們這樣的記者會 沒辦法說明清楚 我們在這裡 學術界跟公民團體 我們願意接受政府 對資金區的農業價值做任何辯論 我們希望他在一個月以內 提出具體的辯論的活動 我們隨時接受檢驗 志成老師你剛剛提到那個33條 那其實後來那個 事實上是有一次的修正案 就是說他給排除非農產品 那請問那個夏老師 您覺得這樣子是可以接受的 33條是針對 如果將來自由經濟市外區 在這裡經營的時候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所以他總共有兩個 符合兩個條件 他可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一個 是基區生產完的產品 全部外銷 你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第二個 就你講的 交付國內客戶 完成銷售之匯農產品 這個只要沒有超過數量 百分之十 一例歇手得稅 農產品 進來自由經濟市外區 生產完的產品 叫什麼 叫食品 絕對不會是農產品 所以這裡加了一個 叫排除農業的非農產品 根本是在玩文字遊戲 廠商生產完 他是進口農產品 當原料生產完的 產品叫食品 不會是農產品 所以他這裡 交了一個叫非農產品 只是改了一個非農產品 說排除農業 所以對農業是有幫助的 其實是完全在玩文字遊戲 後來承保機主委他也沒有否認說 事實上是會進來 可是他有講到一句話 他說 為了避免就是會影響台灣的農產品 所以他願意設置一個 就是審核的機制 那這個機制的審核方式就是 如果是他會影響到台灣農產品 就不會允許他進來 那陳老師剛剛講到的檢疫 他會提到就是說 在資金區裡面 他會設置像一條邊 就是檢疫裡面就會在裡面做 那不曉得這兩點 其實兩位老師可以接受 他們的承諾都不願意直接 撤回 撤回送診的條例 然後再重送 就是說他講的 他承諾的這些事情 都是口頭上 不是有提出修正案 修正案 沒有行政院提修正案的 他要撤回 對啊 所以就是說他民進黨黨團一直希望 讓國民黨能夠把資金區條例撤回 重送 他就不願意 42條條例裡面 政府大概不可能是外面 怎麼可能說 只要有衝擊有影響 他再來做所謂的管理 那這個有衝擊有影響 一定是事後 絕對不是事前 那與其這樣為什麼不直接把42條條例 就排除掉 那最後你剛剛問的41條 其實條例裡面 他將來要在資金區做所謂的檢驗 按照資金區條例的第13條 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資金區 只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器官核准 或者是地方縣市政府核准的區 都是資金區 那政府有這麼多人力跟機會去做這樣的檢驗 那為什麼不在我們所有的檢驗裡面 你到區內了 那防疫檢疫 就 我講漏洞就出來 你已經進來到國內了 你的區裡面的防疫檢疫 絕對會跟我們農業的生產區是連結的 平東事務科技研究就是座落在 主要的平東農業的生產區 你為什麼不在邊境就直接做檢驗了 更何況我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衛福部跟農委會過去一年 花多少人力機會在做 針對中國農產品的這樣的一個檢驗 之前零八年的平安火 三更新安的時間 是從國內花線再推回去的 才禁止它進口的 我們去年的那個冬天 剛好在吃火鍋的季節 從中國進來的一大批的芋頭 已經炸好的芋頭 全部都是農藥殘原 那這個都是在經驗檢驗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問說那你在邊境 他的人力進會 到底有多少 如果這個都沒有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相信他在近面也可以做好 我們國外會主委會說 像區段正說他說他承諾刪除 只要反對他什麼他都說承諾刪除 那我其實私底下有跟那個管主委寫電郵 他現在的承諾 我說你到底是國民黨的馬主席 還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因為現在這個條例已經送到立法院 所以這個行政部門 尤其現在國發會主委 你可以講的你可以選擇就是 既然有這麼多的問題 土地徵收 那很多的這個這些免關稅這些 你既然有這麼多問題 那我就請你撤回這個條例的草案 請你撤回 你現在從頭到尾都沒有你的立場來講話 因為你已經送進一個條例 你認為是OK的條例到立法委員去 所以現在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這些立法委員來跟我們溝通 說哪一條可以改哪一條不可以改 所以他不要用這種虛黃一招的方式 很軟很低姿勢 那事實上對於我們的公民利益 我們的老百姓利益是完全於事無辜